Lio聊四季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緬甸對相日本對決 緬甸這個文明相當特別 因為他的文明算是 木頭版的法蘭克 那怎麼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的法蘭木科技是免費的 法蘭克是耕種技術免費的 那就是他的步兵 風力時代還死 攻擊力都會加1 所以到帝王時代的話 他的步兵的傷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再來就是他的大象 也算是最硬的一個大象 緬甸大象 近防跟遠防都會加1 那到了帝王時代 後來還可以再點這個銀罐 那個大象的防律 還可以再各防律再加1 所以會非常非常的硬 再來就是很特別的戰術是 緬甸呢 他的修道院技術是-50% 所以他打修道院 然後招翔那些技術 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他的職業科技減半 所以聖鯉在層出的 身頭進攻來說也是相當厲害 好 再來就是 我們來講 這個 啊 順便補充一下 緬甸他的工兵的話 他是 不能打工兵的 怎麼說呢 因為他只能升到奴兵 那他的奴兵也沒有3級防 2級防也沒有 所以工兵對決的話 可能會非常劣勢喔 打戰毛的話也是非常非常軟 只能說如果對上這種工兵文明 想用戰毛檔的時候 還是要出一下 但最後還是要點出金冠 那金冠能力的話就是 騎兵對工兵攻擊力加5 那這個能力的話就會多出肉馬 或是騎士 去做一個抵抗對方工兵的一個動作 算是條件比較嚴苛的一個文明 對於工兵來說的話大好奇 所以呢 緬甸喔 騎士非常害怕工兵國 好 那再來就是 來看日本 那日本的話 大家應該 不難了解 因為日本的話 算是大家蠻熟悉的一個文明 他的文明特性呢 是把牧場 像採礦我們進行還有模仿 這種經濟科技的建築物 都會有一個50-50%的一個減免 那再來就是他的漁船的生命值喔 是遠程加2 那工作效率的話是5% 那到底能收到20% 算是魚船 有魚的地方的話 日本算是比較優勢的一個漁舵 但是阿拉伯來說的話 並沒有特別優勢 比較優勢就是只有這個 採礦一定這些 拉姆草 是免費的 不是免費啦 減50% 所以如果你去外面 不想趕路的話 直接插一個模仿 拉山村去吃 算是 也不就會太虧的一個 方法啦 但是 嚴格上來說 趕路還是比較好一點 好 那再來就是 他的封劍時代開始 步兵攻擊力速度會加33% 那黑暗時代是沒有的 所以到封劍的 裝甲塔 算是非常有殺傷力的 攻速非常的快 對方如果也跟你出棒棒來打的話 是很難打得贏 好 再來 來講這個 他的 銀罐喔 他的銀罐是可以讓你的 劍塔 變成兩倍傷害攻擊 算是一個小城堡的乾面 大家都知道 戰國時代嘛 很多巨點 那巨點就有點像是變成劍塔的概念 那劍塔就是攻擊力比較高 兩倍傷害的概念 所以有一些日本也會玩一個 城堡 城堡時代開始玩塔攻的一個想法 那確實對方也不好打 因為你需要用衝撤才解掉 用投射的話 風險性太高 那這個就是比較特殊的戰術 我們現在要再講 然後再來講其他的能力 就是他的巨頭之機 拆裝速度比較快一點 那嚴格來講 日本來說是可以打工兵的 那他是工兵 馬弓也可以打 再來就是他步兵 他只有騎兵來說比較弱勢一點 他的騎兵只有新騎兵 沒辦法算到大騎兵喔 而且防禦率也比較弱一點 沒有三級法 那日本的話就比較算是 高端再玩的一個文明 有點選擇性不多 而且針對性比較強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日本地圖 日本地圖的話 金黃在右邊 那果樹在前面 我右邊是這樣 哇 直接圍兩層 沒有他只要打算圍一層而已 這邊這裡圍死 那這邊的話 前期日本會比較難過一點 因為果樹在前面 而且這邊是高地 那盡量把這個圍出來一點 不然直接圍過來的話 這邊高地 還是可以結束到這裡來的 圍出來一點的話 果樹就會相對安全一點 好 那左半邊的話 這個實在是太遼闊了 這個 只要對手打一個黑棒棒 封建實在棒棒過來 轉中甲 這邊一定是可以打破的 所以前期可能只能這樣子圍 然後圍過來 然後用這個果樹 這樣子圍過來 小圍小圍 那後面的話也是非常難搞 這樣子圍過來 不然就是前面給對方壓力 欸當然是緬甸這邊 直接打棒棒囉 這邊日本不管打什麼 都沒辦法圍起來 這個地方 那只能到 風經時代後期 才可以把左邊這邊圍起來 那看一下 緬甸 緬甸的地圖 金礦在裡面 果樹在 右側 跟日本地圖蠻像的 但緬甸相對好一點 比較好圍 輕鬆圍就會圍死了 而且也沒有所謂的高地的問題 所以兩邊的開局地圖來說 緬甸是有優勢在 好 那現在兩邊都升到風經時代 好 存品直接出來蓋這個射箭長 哎呀工兵 要打工兵了 喔 蓋得非常非常的快 直接拉四吋哪一個啊 通常我們蓋這個射箭長 直接拉一吋 但是這邊直接硬生生拉了四吋 非常非常緊 按這個工兵按得很緊 原來他有偵測到對手 赤頭剛剛是有看到對方已經 升棒棒 喔唷 知道對手的棒棒已經要過來了 唉唷 這邊還點裝甲耶 哇很兇 來看一下這邊 裝甲步兵攻擊力7 哇塞 很痛啊 封箭時代一上 最後攻擊力7 哇砍一刀直接是31D 很痛很痛 好來看一下這邊 小弓出來 好射一下這個肉麻 好那這邊的話 弓兵要優先處理一下 這個 裝甲步兵 哇裝甲打這個 戳戳很痛 哇 肉麻殘血 兩隻小弓過來 欸剩一滴 好一滴 不打了不打了 去做偵查 這隻肉麻不送了 好裝甲步兵也是被秀了一波 這個戳戳一直在繞 好那兩隻小弓出來之後 這個裝甲步兵的進攻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這個裝甲步兵 前面給的壓力真是蠻大的 但是小弓出來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壓力了 這邊由於是日本的 前面的開局 算是非常好的 他的經濟流程 沒有為太多地方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的射箭場 可以下的比較少 還有這個兵攻場 那一級射的話 應該也可以準時下也 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這邊是先點一下這個 瞭望技術 蠻特別的 可能是因為他剛剛卡村 因為這邊剛剛有稍微卡一下 所以來點這個瞭望技術 那太早點瞭望技術的話 雖然村民術會少一的 但同時也可以比較少 偵查到對手的一個選擇走向 算是一個 折中方案 卡村史的折中方案 欸這個 欸唷 回頭一射 差點被換掉了 但是卡村的時候 就是盡量去選擇一個科技的走向 讓自己的經濟不會太慘 而且量用技術早點點也是個好事 比較容易察覺對手的一個動向 好 左邊確實已經手下之後 開始把兵數的掉到左邊 然後先為死之後 他想要去 出發嗎 還是要直接出發了 看來是要直接出發了 那自己沒有事的情況下 通常的偵查也是要做得早一點 因為這邊日本是沒有弱馬的情況 也不知道對方在幹嘛 不知道對方是要開雙射箭場 還是要在囤馬 打一個大封建 這時候非常危險 也要出去看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要趕快圍起來 好那封建時代 這一波應該就結束了 兩邊應該都是要拚一個 陳寶死戰 拆戰了 好那這邊三隻戰寶走出來 直接表示阿羅哈 阿羅哈 看一下可不可以 對決一下 但是 日本這邊有發現喔 欸有戰寶沒有點異攻 所以這個戰寶的手非常短 好這邊是優先點下的異防 而不是點下異攻阿 這是比較保守一點的打法 因為通常戰毛還是要先點異攻的阿 因為射程輸的話就很難打 哇但是這邊 日本一個抓包 直接要白給了 但是只換掉一隻戰毛 但是這邊戰毛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一個交叉射擊 哇直接躺到地上抽 再來一下 再來一下 哎呀沒有異攻阿 這個射程比較短一點 有些沒射到 好那這邊 日本的小弓進攻已經宣告結束 那家裡日本沒有再去按弓兵了 木材非常非常大量 這個木材非常大量的情況 要繼續撒田嗎 這個田好像有點少 只有一圈 再撒多一點 反正大家要撒到15-6片田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就趕快蓋四級 蓋四級的話 趕快買肉上層吧 好 那這邊緬甸因為有點下一級房的關係 所以這邊肉量算是比較少 兩邊上層的時間會比較慢一點 而且這邊確實喔 日本蓋下了四級 那兩邊都是選擇蓋四級買肉上層的一個選擇 不然這邊實在是上層速度太慢 慢慢等肉上去也不是辦法 早點蓋四級早點上去才是一個贈解 好 那優先是點下城堡時代 還是日本這邊 日本這邊有一個時代上的優勢 會點下馬舊嗎 喔 再補下射箭場 哇 三射箭場 因為日本其實在城堡時代 層出還是可以打 打那個 那個叫什麼 騎士的 層出騎士素質就是比較好 而且可以順便Counter對手的戰毛兵 那這邊是沒有選擇打騎士的話 那就是要來用這個 一大堆奴兵 強行突破的一個選擇 那要來看一下這邊緬甸怎麼打 因為緬甸剛開始有說到 打工兵來說是非常非常劣勢的 那待在城堡時代的話 出戰毛還是打這個奴兵 有一點效果在的 畢竟營只差一房 然後一直能點一房而已 但是變成戰毛的話 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畢竟還是有二級攻 這層來說的話是不會輸的 所以戰毛可以頂一下 到地龍時代的話可能再想個辦法 那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好兩邊 這邊都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日本這邊是點下二級 射二級拔木 那還有馬 欸品種也點了 哇還是要出騎士是不是 好品種點下之後點下了 欸 這邊是要打馬弓喔 我們剛才有講喔 可以打奴兵跟馬弓 這場是選擇馬弓開局 那馬弓開局一房點下 然後三射箭場出這個 馬弓騎兵 那馬弓騎兵的話 這個機動器很好 所以這個皮種並不是要來點騎士喔 是為了這個馬弓騎兵 去點的 那點了平頭之後 這個血量就有70 非常的硬 好那這邊一級射 還沒有點喔 那這邊會很難打 那這邊彈道雪開始點下了 日本的彈道雪點下了 喔終於點下一級射了 好那這邊點下了跑速 這邊是要打騎士嗎 哇這邊 由於二房的關係 這邊TC射的並不是非常痛 那我看到這時候出來蓋 我就想插一下 這時候收回去 高速說存 那家裡開了TC TC並沒有往外開喔 那這個位置的話TC也開不了 要開在這個位置喔 因為是有個高地在 TC的那個地質是蓋不下去的 好左邊這個站嗎 也不知道在幹嘛 哇這個緬甸一個純籠喔 打一個純籠開家裡沒出兵 那你要怎麼打這個馬羹呢 但是這邊緬甸很兇欸 4TC 哇又是被打出一個洞來 結果很難打了 好瘋狂收村 好那村民的優勢已經展現出來了 緬甸73村對上日本48村 兩邊的經濟差距非常非常大 因為日本這邊是屬於一個 馬公開啟的關係 所以這邊 木頭跟肉消耗的非常非常大量 導致這邊TC不能尬太多 那這邊緬甸選擇一個 工程系製造手 就一個工程系製造手 想要來做反擊而已 哇這樣緬甸非常非常的偷啊 好這邊分兩隊 左邊一隊馬公 右邊也一隊 看一下兩邊的騷擾會怎麼樣 好下面再射 那這邊進來看到被擋住 殺了一村就撤退 那料來前置BK了嗎 沒錯這個前置BK很香的 可以從這邊 應該是要從這邊投到這邊 這邊可以耶 哇這邊左邊法木場的說明 全部直接BBQ 好暫時我們刷過來 稍微抵擋 然後一個暴民 猜敲這個馬公 我覺得直接死野獸村就可以了 哇這樣村民樹 死得非常非常快 日本已經殺了12村了 13村 17村了哇 這邊也在射這邊也在射 哇這個KD只突破天璣啦 好那這邊看來出騎士之後 這個馬公公就第一張就 表住了 進來的話還有騎士可以做一個 正面抵抗 然後那緬甸這邊是選擇了 騎士開加奴炮的一個選擇 誒投這券抖到 我以為投得到 這個位置應該是可以 誒不對 因為他TD是 菱形朝V字這裡的 所以是投不到的 好那還是要走這邊地方才投得到 那這邊 日本是選擇左邊這邊喔 對啊還是投得到啊 奇怪為什麼他要往這邊走 呵呵 啊投村民欸 怪怪的啦 那這個射程應該是投得到吧 對啊 正常來說應該是投得到 好那這邊 誒你幹嘛你幹嘛 OK 可以在射程外喔 開始聳頭 那這個TC應該是不保 好那冥甸這邊也是選擇了 出頭車來防守 那二級防你點下了 騎士像是二防零攻 喔這裡馬就非常多 五馬就爆騎士 好這邊TC稍微修一下 頭車擺給 緬甸這邊大獵士 好這裡馬供數量非常非常多 有二十五隻的馬供 但是日 欸是日本 緬甸這邊的騎士也爆的非常大量 也快要出二十隻的騎士了 哇現在到處騷擾 右邊有一隊 左邊有一隊喔 好那這邊 緬甸出了另外一隊 右邊去 來阻止緬甸的騷擾 左邊奴炮 欸唷這裡有洞 左邊這邊衝了進來 好右邊的騎士 就是無雙直接吃掉這些馬供 哇左邊這一船 馬供被奴炮 射得非常慘 血量降得非常非常快 好這邊直接鑽一個小穴 鑽這個穴 就很安全了 有穴的話騎士就很難衝進去了 全部馬供擠在這邊 那馬供就可以騎士了 那騎士就只能一直一直過來單挑 但是騎兵 唉唷 後面騎兵鑽了洞出來 直接硬拆 很OK 後面這樣直接一個褒獎 那這邊 這坨馬供應該可以順利吃掉 好沒有太大問題 啊日本 這一波打得有點慘 這波馬供送掉的話 這邊的部隊基本上是瓦解了 馬供最重要的就是數量 沒有數量的話 這個馬供進攻 可以說是宣告失敗了 好日本頂下了 二級農田跟一級的靈甲技術 呃 緬甸這邊是點下一級攻 兩邊的科技經濟 算是走一個蠻穩的第一個走向 輪走都點了 那二級農二級木 都已經點了 呃 很有機會可以看到兩邊的大戰喔 通常這樣點的話 到地龍時代經濟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這邊有一個Holy Shit 又端人進來 欸 欸 招一下招一下 招個僧侶 但應該是被射死了 來不及招 好這邊 好 現在日本全盡潰敗 緬甸的村民優勢已經來到116村 對上日本的98村 有點慘 危慘 好日本 應該是要轉出步兵喔 步兵已經點下了二房 那有機會看到日本武士嗎 雖然我覺得打日本武士有點虧阿 因為對面沒有出這種兵 寶兵喔 像是那個騎兵 但是他出那個 飛鏢騎兵的話日本用卡不到 所以要出步兵的話 應該也是出戳戳加劍勇的一個組合 來戳戳來打這個 騎士 那劍勇的話 不知道砍什麼 來砍劍組也會不錯的 反手一頭 MISS 對 日本這邊開出第四個PC 想要來注意一下經濟 但是緬甸的村民優勢 已經讓他率先點下了手推車 跟這個帝王死蛋 好手推車點好之後 這個經濟就要起飛囉 好這邊剩個怪招一下 摁一下摁一下 哎呀沒摁到肉刷勒 這邊只招到了一隻阿 好這個遺跡 再去撿一下 哇日本這邊打得很慘阿 還沒點第五龍時代 第五龍時代已經有出現一個差距喔 這個時間點 差了一個時代的時間了 大概兩分半左右 好那明天也要決定來一個前置寶 哇明天這邊防 馬宮防得非常好 是我的話阿 在那一波可能就塞尾娜了 我不會想要出騎士阿 欸這邊直接投車出來是什麼意思 想來偷打村民 結果一村都沒打得到 哇這收穿非常的快 好這邊一個開戰 你看 戳戳直接硬拆這邊騎士 哇騎士非常劣勢 這邊很大量 日本的戳戳攻速非常非常的快 哇直接戳掉了很多隻騎士 但是這邊騎士 基本上不用跟他打正面喔 趕快一直跑就好 靠這個城堡來射一射 就可以結束了 趕快跑 把日本的戳戳給騎士壓力 還是非常大的壓力 那這邊戳戳一樣在出 這個長槍兵喔 好打這個騎士效果非常好 好一隻弓開始點 然後這邊點下三級馬凱 一個那個增兵技術 好那沒有意外的話 這邊重裝騎士也會點上 重裝騎士點上之後 然後就要來看一下 會不會 繼續出騎兵喔 因為出騎兵的話 對日本來說算是一個 開心的局面 好日本這邊點下裝甲步兵 看來是要來打一個裝甲 好點到裝甲步兵之後 然後重火技術 那 常見兵也點下了 看來日本終究還是要回歸步兵的生活 騎兵片看膩了 看個步兵片還是比較好 對 步兵片比較優 好 這邊大量步兵上來開錯 但是對方有個重裝騎士的優勢 即使日本攻速再快 這個步兵依舊有點難打 好而且家裡有點門戶大開的感覺喔 好那這邊 直接 硬上 沒有要進去嗎 進去一下吧 進去騷擾比較好 對 進去一下 好那具新投資機 開始投資 誒 要先投對方城堡 沒錯 這樣比較好 這裡面 騎兵進去 開始各種BBQ 那大騎兵也研發好了 那這邊 離檔騎士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哇有點慘阿 裡面最慘阿 哇 日本這邊聰明樹降得非常快 已經不到一百村了 那免電這邊是一百四十五村 村民樹將近快要領先五十村 步兵 最慘的就是 這面很難打 好那這邊巨型投資機出來 也反制對手的巨型投資機 兩邊都在對決 但是這邊城堡血量剩一半熟才過來修 哇那這修都回來了嗎 好那這邊 雙手劍兵也研發好了 這邊三級步兵防禦也在研發中 好直接過來硬尻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哇非常快 那這邊緬甸的騎兵 可難打 唉唷當然是緬甸這邊也研發好了 劍勇也在研發 雙手劍兵攻擊力十二加七 很痛 一個是 復兵大戰 這邊還有幾隻騎兵 現在日本家裡經濟有點慘 剛剛被倒了一波之後 有些農田沒有再耕種 所以這邊肉量有點 跟不太上自己的科技 好那這邊點下了劍兵 但是對方的劍兵也過來 想要來硬拆追求投資機 這邊只有大量的戳戳 好這邊劍兵的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直接硬砍 好應該可以砍掉一台沒有問題 但日本這裡過來劍兵也來防守 沒問題 守住 哇一台都沒掉 但第二波過來 第二波你還能擋嗎 你只有戳戳的情況下 還有劍卡城堡在後面射 好用這個肉身擋劍兵 戳戳表示他很賣力 好後面城堡一直在後面射 應該是沒問題 城堡打這個劍兵的傷害是蠻高的 OK那這邊劍兵點下之後 哇這個劍兵傷害很高 二十一攻 二十攻 劍兵有失二十攻 我的天 欸這個投車要趕快跑 好這邊補了一些馬弓出來 想要來打這個劍兵 因為他知道自己劍兵 升上去可能會打不太贏 欸木頭也比較多的情況下 說我劍兵馬弓比較好 還可以風箏 那這邊操作量可能會有點大喔 馬弓是非常難控的 在這種局面上 然後控步兵又要控馬弓很難打 哇左邊這邊也要被 裝了一個洞進來 哇 家裡要再度BBQ 直接手撕城堡 二十攻擊力的劍兵 直接無情開砍 我的天 拆的有夠快 完全擋不住 哇 手撕掉了 後面還有幾台頭出來投 但是問題這個劍兵怎麼擋呢 來非常的高 日本三級攻也沒有點下 那這個馬弓的量沒有起來的話 打這個劍兵也是很難打喔 因為你會一直平A 那平A的話 劍兵快就追到了 那追到的話 那馬弓的數量永遠起不來 然後就沒有辦法對日本 對緬甸一個到什麼大 要巨量的傷害囉 好那緬甸點下了大肉馬 這個匈牙利已經起兵 那三攻三防全部都點完了 緬甸是一個強攻模式 步兵起兵的一個雙重組合 哇 日本要怎麼打 我有點看不太懂 呵 這邊這個洞還沒補起來 日本這邊 馬弓數量來到了13隻 哦 數量慢慢堆 雞堆起來了 開始有點效果了 但是這邊 大家出大肉馬的話 就不好打了 如果大肉馬 又有金冠的情況下 對弓兵傷害加5 哦 這個效果就很好 那日本這邊馬弓策略 可能就會有點出大事囉 好那日本依舊被壓在家裡 好再來硬拆這個巨型偷子機 沒問題 哎呀收掉了 算了200斤 哦那這邊馬弓數量來到13隻之後 就沒有繼續再盾了嗎 反正是點出了一些 綽綽 再來防守 那這個洞依舊沒有補起來 這個馬就可以直接進去咧 好這邊 門戶大開我就說嘛 這個洞要早點補啊 大哥 哎呀又要進去了 裡面又要再BBQ了 我的天 日本這一波能守得住嗎 馬弓已經斷金了 不能再出馬弓 人出錯錯的情況下 野精也沒找到 完了 我看是要打GG了 好這邊 明天底下的彈道學 家裡只有少量的疾兵在防守 哇大落馬肆虐 家裡直接BBQ 沒了 日本打下了GG 哇 好慘 好看一下兩邊經濟 兩邊經濟看起來目前是 兩邊企圖差不多 但是這邊比較有一點小小的差異 日本這邊是沒有點下3級的科技的 那這其實也不傷大雅 這也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喔 兩邊經濟其實差不多的情況 你們來看這個經濟就知道了 欸食物木頭 那這邊緬甸是比較多一點的 這邊這邊有點3級以前 那手對切點的比較早 但是最終還是黃金喔 那也有一個日本選擇的問題 所以導致這邊食物跟黃金量會比較大差距 那你剛剛看到後期 日本其實沒有人在挖黃金了 這個野金挖得比較晚一點 那正面也比較難扛得住 導致後面有點節節退敗 只能勉強手作 那科技方面來說的話 緬甸算是蠻全面的喔 基本上什麼都有點 冠軍勇士跟這個 匈牙利新奇兵彈道學 那連這個專瓦技術都點了 哇 點得相當全面 二級色也點了 好 那看起來目前是 日本這邊經濟上面後期 金礦挖得不夠多的關係 然後家裡一直門戶敞開 所以導致經濟瘋狂的爆炸 一直被肉麻鬧進來農田那邊 所以其實也不是日本太弱 是這邊決策上有一點問題 還有地圖上一些小問題的關係 所以日本這邊一直打不出去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在旁邊往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